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驻扎在清平的吴连杰 已经接受了 曾琪和张思勋的改变 重新挂上了晴天白日期 没想到曾琪 竟然启用吴连杰这个汉奸 盛弘历派曾琪张思勋 来四取 我觉得 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沈弘历这是在相装舞剑意在配工啊 表面上看 他在为重建四驱而积极工作 而实际上呢 他玩的是挣着手腕 他把曾琪和张泽勋派往林青 无非要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遏制八路军东扩 防止我六旭北斩 以便向江奴才要攻勤城 沈弘历明明知道四驱的光复 是八路军和我鲁西北抗日武装 共同努力的结果 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 重新挂出山东省第四行政督察署的牌子 他可谓是司马昭之心 人人皆知啊 毫无疑问了 他这就是在抢弓 我倒不怕沈弘历抢弓啊 但是现在整个华北的抗日形势 极其严峻复杂 这么一来的话 就会影响我们整个抗战的进程 这样吧 派妻子揪去完成这件事情 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 报告 好 吴连洁没撤 马娃儿 外交 他骂意思 吴连洁他这次要蒙混国怪了 城外的弟兄们 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我们的司令要换你们的长官讲话 我呸 真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 我们是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三支队 吴连洁 你卖国求荣 给日本人当汉奸 你不配跟我们支队长说话 我奉劝你 打开城门 搅蟹投降 不然的话 我们攻击城里边 让你们这帮狗汉奸 死无葬身之地 赖蛤蟆打喷嚏 赖蛤蟆打喷嚏 好大的口气 你给老子手里的一千多条枪是吃素的 日本人都不敢把我撒呀 你骑身修又能把我撒的 撤蛤蟆 喊话 告诉他们 老子挂的是青天白日起 让他们滚蛋 丑八的弟兄们 你们看好了 我们已经更改旗帜 吴团长 出任林青 方学区司令 是为了追随 汪主席的教会 去献救国 希望你们回到自己的房区 不要兵戎相见 自相残杀 偷章 破坏抗战 后果自负 支队长 这帮脑肿当汉奸还当出礼了 下面令 我一个手风直接进城 大棍 我看这刺没那么简单 你没看他 上边挂在这儿骂棋吗 青天白日起 明摆着这次吴连杰 为了自保跟咱玩的花招 还记得 咱们总使令 欠定宁万祖子硕骂吗 所在对待同胞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谨慎 千万不能护晓财杀 这他们换面棋 就不是汉奸了 他吴连杰还穿着 黄歇军的衣服呢 这是换腾不换药 挂羊头卖狗肉吗 情况特殊 我看 我得寝自向总司令汇报 大棍 告诉弟兄们 撤 撤 走 走 你放开我 追他 放开我 走 你放开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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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三代代团 军姐 放开 你这又有谣心的 这是咱家流的出事 走 这又有个河潮流的 是猫着他求受的 求你了 资料 场子忘了 咱撤吧 撤之前先放放风 我吴连杰是山东第四行政督察署保安司令 收的是军粮 招的是抗力厅 这里是齐子秋的房子 我让他有苦难言 司令就是司令 左右逢源 这年月脑袋不活饭点 替我他娘子吃不着香的 喝不着辣的 骂玩儿 吴连杰散咱方去 爪人抢粮 你们是干吗吃的 队长 这吴连杰改旗一致 又被任命为四驱的保安支队长 你是咱的弟兄 谁敢动他 这吴连杰啊 改旗一致 表面上不是罕见 实际上干着罕见的丝 这吴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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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着就好了 走开点 别让了啊 司令 有支队我撵下来了 好像是七子秋的三支队 他娘呢 来得够快的 司令 那我们怎么办 慌什么 兵来将挡 水来土豚 老子现在是响当当的四驱保安司令 与范竹仙平起平坐 齐子秋是范竹仙支队长 能把我怎么样 来得正好 老子正想好好教训教训啊 对 踏那个球 把大舌横过来 把梁大大队的路中间 陪我们的吴司令 惠惠的齐子秋 是 快点 驾 这队长 吴连杰这个家伙 要给我们下马威啊 跟我叫板 怕你妈下了眼 告诉丁们 做好战斗准备 我会会这个并替涛 我去 黄歇 我奸济行事 把机枪给我 呛响为好 你带丁们冲过去 是 驾 驾 准备站动 驾 站住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再往前就开枪了 卢锡北 康尔邮寄司令部 地散纸队 纸队长 齐子秋 让吴连杰说话 恕兄弟难以从命 我们吴司令 已被委任为市区保安司令 与你家司令范祝仙 平起平坐 齐司令 想跟我家吴司令 直接上话 你没那个资格 你告诉吴连杰 他别以为 挂羊头卖狗肉 就能护了人 人心都有敢撑 撑得出极尽几凉 我家司令 率卢锡北军民 誓死抗战 那是受了 蒋委员长 通报假讲的 抗日民族攻勢 你懂吗 想跟我家司令 平起平坐 我看你是 癞蛤蟆长翅膀 翅心妄想 你敢骂我家吴司令 齐子秋 你想怎样 我想怎样 吴连杰 你心里边最清楚 你的竹子 小鬼子 被拔鲁郡 和我散指队 赶出了庆平 我奉命借过了庆平 可你呢 你却达出了庆天白日红 想干吗 没动你 那是念你尚有点 中国人的粮质 看你呢 跑到我的房去 抓人抢粮 你你把这个 日本鬼子和罕见 还有什么区别 实现的 被人给我放了 被粮食留下 赶紧给我滚蛋 要不然 别怪你齐爷爷 对你不客气 哈哈哈哈哈哈 气得笑 你以为我吴连杰是下大的 老子敢抓人抢粮 那是有 增专员张特派员的口语 增专员张特派员 要在四驱立足 离不开了吴连杰 我还告诉你 想让老子放人 留粮走人 谁没法收你的家伙 你想看看我的家伙吧 哼 哼 呲 是 沉 呲 車 你们撤了吧 對 撤 沉 呲 这队长 小波 你清理一下战场 我去趟林请 去林请 没错 曾祺和张思勋在林请 你没听吴连杰说吗 他是奉曾祺和张思勋的口谕 来咱房去抓人抢粮的 你是要找曾祺和张思勋理论 你论个屁 这也不是 兔子偷让世子明摆事吗 怕沈红利 怕咱们死令势力壮大 怕有军拔路来抢地盘 才把曾祺和张思勋 带到林请借管四去 为了站稳脚根 才启用的大罕奸吴连杰 我看哪 这次我给来个刨树刨个 可毕竟曾祺和张思勋 是省府委派的专员 这样会不会给司令惹麻烦 要不 要不骂 惹骂麻烦 司令把这事搅给我 证明他对我放弃 有骂可担心的 好 来 你们去看 报道 告 现宴随于散博江 标一会 吴松打呼敬仰岗 这一天 吴松他到了掌丘镇 照着路边一打量 照着路边留身看 一 一拉六的敬仇岗 这边写了三家岁 那边写可探实力响 当中间里这个大牌子 尚写着散玩不过钢 郑主 你们哪部分呢 俺们是鲁西北抗日游击 司令部三支队 找你们曾专员和张专员算账 别这么抢 我下来 让一下 对 对呀 走 走 好 吴松一听明白了 这都是求家使得会 就我里边去逛逛 这吴松买不进了屋 照着个屋里一打量 又 又装着 当中放 亮白 一字脸亮胖 咱们 好 误会 这么多 你们 我 还 记得 咱们擦嘴 听着小曲 你听小曲 我给你唱 锁租本这么一达呀 是憋着咱不锁 锁一锁 他无连接到的方去 开始抢梁了 你说能办吧 这个兄弟是 范子令手下一小卒 齐子求 齐队长啊 误会误会 我们兄弟俩出来诈告 哪能让吴梁家到你的剧群 抢梁放梁 那一定是吴梁家匪心不改 他自作主张 您肯定是误会了 误会了 是啊是啊 齐队长 您的英明如雷贯耳 我们怎么敢 让他到您的房区 抓听贾梁的 齐队长绝对误会了 误会迷马 好 实话跟你们错了 吴梁洁就让他打跑了 没蹭几个刀 还想让他挡保安队长 挡个屁 这 齐队长 我们亲吴梁洁 也是不得一耳为之啊 我们私区刚刚光复 手下也没有一兵一卒 不 请齐队长见谅啊 请齐队长见谅啊 你们 四枚一兵一卒啊 可你们想跟范子令 和共产党对抗 所以你们启用的无连结 对吗 行了 废话不多索 买在您面前 就两条道 一条送道 一条死道 你 你这是说 说啥 死道 我让我收敌人 你们以纵用罕见罪 抢掠百姓罪 被你们拉着去 毙了 这 这 这 可不中学样的啊 齐队长 咱还有条活道 把你们 怎么启用无连结 怎么命令无连结 到我的房去 耍人抢梁 这个 对 还有你们到市去 来干嘛了 痛痛给我写上 欠字 花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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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适 你们 死怕没法跟散红离叫的 这 这不不 那好办呢 那你们就选择死道呗 来人呢 来人 把他俩给我拉出去 别了 你不能这样 这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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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 你们 是选择胜道啊 还是选择死道 活道呗 活道呗 让他们写 看着他 看着他 不看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来可是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 齐子秋把曾祺张慈勋赶出了四驱 是吗 这太好了 这是你的当家弟子刚刚给我送来的 信里面不仅写明了驱逐曾祺张慈勋的原因 还有两个人签字画押的认罪书 好啊 太好了 齐子秋把事情做得是有理有解 好 老张 我看咱们应该考虑到目前抗日斗争的 复杂性和敏感性 齐子秋只是给沈弘历扇了眼儿光 这还不够 应该给她上上庄 刊登在抗战日报上 以强有力的事实 来揭露这些顽固分子的丑陋行进 好啊 这说到写文章 那可是非你莫属啊 那就有劳你了 张主任 您这功为祸是假 编打快驴是真棒 绝对不是 这总司令喜欢你写的文章 说你是鲁西北的一纸笔 怎么着 你这头快驴想打个滚还口气 那好啊 那我另请高明啊 别 我剑还不行吗 我就是一文痴 我写 我写行了吧 这就对喽 你这头快驴啊 就老老实实地写吧 日军两次出城受挫 再也不敢贸然出城 我断定 许州会战已经尘埃落定 那么敌人将会在兵力部署上 做出调整 您的意思是说 谱县方面的首帝 现在变得势单力部 我们完全有能力 能够拿下谱县 对了 只要拿下谱县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就可以于 济南和预备 抗日根据地 连成一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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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在网上 熊茜茜 겁니다 洞ouse 杨茜茜茜 杨茜茜 Hir影大夫 争弓抢地盘 主席息怒 还有你 都是你给我出的搜主意 说我对范仲仙坐视不管 让我派这两个笨蛋去了四驱 说什么可以遏制范仲仙北斩 遏制八路东阔 现在好了 范仲仙昭示天下 我倒变成了众用汉奸的罪魁祸首了 这两个蠢货笨蛋 辜负了主席对你们的一片期望 你们还不看滚 滚啊 滚 主席 这两个笨蛋办事不力 都是卑职之国 为民不过失 卑职特向六驱的汪精良 印证了他们两个遭驱逐的过程 他范仲仙虽然忙于南县的战事 难道他七字秋敢擅作主张 不过转文封您口的是共党 共党 是 范仲仙虽然打的是建立民族抗日同盟的旗号 可是他身边聚集了大批的共产党 陆西北抗日游击政治部就是共党在辽城活动的大本营 共党已经渗透到了六驱的各个部门 可以说范祝先已经被共产党彻底吃话了 乱讲 让外陛下安内 这可是总裁制定的政策 谈何容易 这里不是后方 是前线 卑职明白 如若四驱不由主席指派人员进驻 那共党的东径纵队在玉北济南站稳脚跟以后 势必向东扩展 山东很有可能会被蚕食啊 向百里先生说得好 不怕日军鲸吞就怕日军蚕食 党国也怕共党蚕食啊 重庆方面有什么消息 有 你看我让这两个笨蛋给骑晕了 国防军事委员会电视 正在拟定空投计划 责令我部拟定接收方案 确保万无一事 好 好 我要亲自拟定接收方案 确保万无一事 好 你通知韩瑞丰 让他立即来见我 我要重新任命四驱的专员和保安司令 主席 您是想任命韩瑞丰 不错 主席 主席 据我所知 韩瑞丰和范祝仙 有同僚旧疑的渊源 如果韩瑞丰去了四驱 很可能会使范祝仙如虎添翼啊 主席 卑职利剑王精良 他对主席忠心耿耿啊 李秘书长 我不是笼子 也不是瞎子 我知道 范祝仙和韩瑞丰曾供之于冯总的西北军 你和汪金良都是保定陆军学校的旧日同庄 但这个时候我委任冯总十三太保 韩瑞丰去四驱 而不是汪金良 我自有我的打算 请主席明示 很简单 汪金良在范祝仙那里得不到重用 他对范仲仙和共党肯定是耿耿于怀 希望离开六驱到四驱高就 可你想过没有 他离开了六驱 谁向我们汇报六驱的情况 再者说了 四驱现在是名存世亡 即使我任命他为四驱的专员和保安司令 他没有一兵一组能在那里站住脚吗 所以说要想重新掌控好四驱 还非得利用范祝仙和韩瑞丰的旧日旧情不可 您的意思是等他们两个搭起了戏台 但是这戏由谁来唱 您是出戏 您说了算 我是这么说的吗 范兄 瑞丰兄 有劳你亲自迎接啊 将近真是受众落敬 得知瑞丰兄左马上任 多亏认为啊 这是盛弘历自上任以来 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三支队的支队长 西子修 这是十六支队的支队长 姬章敖 幸会 任父兄 那边请 请 请 是 看来范兄是决心让我在四区站稳脚跟了 不错 因为瑞丰兄是当年冯总手下的十三太保 而不是只会溜须拍马的曾祺和张思勋 不敢当 不敢当 急着队长 有 从急着起 你要听从韩专远韩司令的指令 是 急着队长 你也要做好协防四区的工作 随时随地听从韩专远的调查 是 范兄啊 你先别急着为我调兵欠价 我还有个想法想跟你谈一谈 请讲 是 我想跟你来一个君子协定 此话怎讲 你看 你在中原腹地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设想 已经出具规模 这是你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功劳 可是申弘历 却把曾祺和张子勋派到了四区 其目的 你知我知 八路军也知 可惜啊 他申弘历用人不当 曾祺和张子勋用人就更不当 丢人献丑才想到 把我派到了四区 这个用意 你心里边明白 我更清楚 为此啊 范兄 你没有必要 把十六支队和三支队 划归我统领 四区的军事指挥权 还是由你掌控 汇丰兄 这是要不领我的情啊 汇丘啊 不是我不领情 我是为御方安医 你是说省府生弘历 会另有图谋 是的 省府有所传的 申弘历正向国防部申报军需 只要军需一到位 你苦苦经营的军队交给我 申弘历一张指纹把我撤离四驱 四驱的军事武装 不就到了他手里了 瑞虎兄 请 请 瑞虎兄 你真是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这也叫做英雄所见略同了 此话瑞虎兄能够讲出来 真是君子坦荡荡 请 范兄啊 你我都是为了抗战大业 我必须支持你 能将瑞虎兄这么一个 肝黛相照的朋友 真是多亏人生之大幸啊 现在申弘历正忙于 向国防部申报军需 而且已经有了眉目 我想他是借着你的战果 向国防部申报军需的 最高统帅部决定在华北 建立敌后根据地 组织日军向华中推进的速度 他肯定要支援山东 拿什么支援呢 就是这批军用武子 可是眼下 铁路已经让日军给截断了 支援山东的这批军用武子 只有空头 汉兄 你来看看 申弘历接收军用武子 最佳的空头位置 应该是在哪儿呢 当然是我六区了 我六区方圆百十公里 没有一个日军据点 况且还有我六万多的抗日知识 这批军用武子 没错 要是给我你定空头的位置 我也会选择六区 可是申弘历和省府的那帮人 有这么宽厚的胸怀吗 范兄啊 你不是申弘历圈内的人 主张和倡导的 是建立广泛的抗日同盟 重量他全都是共产党人 为此啊 南清方面 不 现在应该说是重庆方面 和省府方面 是绝对不会把六区 当作空头的地点的 这帮子打管贵人哪 治国无方 救命无策 我算是看透了 当今治中国 能够救老百姓于水火 能够不让中国 沦为王国奴的 只有共产党人 范兄 你说此话 可得谨慎的 你就不怕有人在背后告你的恶状 你这身边可是有中统和军统的鹰犬 对 好 真是 你这身边就会建立了 你这身边的 你这身边是 你这身边是 你这身边也是 你这身边是 徐将军 最近在河北的威县 我想到那儿去拜访一下徐将军 二来呢 也想向八路军 去请教一些治军治政的理念 三一个 也想去探讨一些合作的方式 你应该去 去见识见识这位在北伐时期 早就赫赫有名的徐将军 对了 你说盛公立 想利用你我之间的友谊 让你重建四区 甭管它是真是假吧 只要它为了抗日的大业 我宁愿把十六支队和三支队 全部交给你 我是担心盛公立偷梁换柱啊 到时候你我既非淡然 为此啊 小弟还是坚持认为为防万一 十六支队和三支队 你还是编入 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 这个序列 我只要一个临时的指挥权 好吧 你去四区上任 我去河北渭县拜会许将军 我们携手共建鲁西北 抗日根据你 好吧 主席 主席 国防军事委员会 批准了您的请求 择日 即可向指定地点空投军需 好 好 好 我准备把空投的位置选在这里 是 主席英明 这里地势平坦非常安全 而且 没有发现日军的出现 马上给重庆发电 报告空投的位置 我将确保万无一失地接收军需 我要让范祝仙 如同看到房梁上掉着一块肉 闻得到味 就是吃不着 是 将军国家 可以成为我军的一名优秀之战员 敢打善拼是一个方面 但是我更希望你们 能够具备高强度的文化素养 只有具备了文化素养 我们才能保持一颗冷静的心 在战场上去面对我们最凶残的地方 战斗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 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们的教育方针 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还有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忆 下面 我请罗安 不好听话 乱小三同学 刚才我跟同学们都讲什么了 你跟大伙说说 那点啊 学文化呀 学文化 那看来睡都还不够踏实 那你跟大伙说说 这个字念什么呀 起 那这个字呢 拔 看你是乱七八糟呗你 哎呀 哎呀 小张 痴坏肚子了 小张还神经曲帽放 要不拉裤子来了 谢谢小张 好了同学们 不要笑了 记住了 在课堂上 记律和战场上一样严密 一样重要 这样的情况下不为例 同学们记住了吗 明白 我们的校训是什么 快点 紧张 严肃 磨磨 很好 这赏血烫还不如蹲紧闭 连脚都不让水 来自随军记者七里堂的报道 七里河之战的启示 年播呢 年播呢 土匪武装经过改造 可以成为抗日的有声力 来 你看爷爷怎么写俺的 架子鸡 乱笑词 俺可是第一个冲进 骑一套九司令的 爷爷 上面没有写你九司令的事啊 没有啊 没有 这 这啥呢 没有啊 这啥呢 没有 这 这啥怎么写的 这啥没有啊 都没有 闹闹 这宝质谁写的 报社的随军记者呀 水屯直舍 小马 他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干灭蓝的功 水屯直舍 闹闹 这宝质别看了 水屯直舍是吧 弄死你 水屯直舍你敢处呢 谁是水屯直舍呀 谁是谁啊 水屯直舍啊 你干什么 水屯直舍啊 这是水屯直舍啊 闹队长 走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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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队长 我们报社里没有水屯直舍这个人 装摸呀 人也都说了 那水屯直舍九十年跑上来 真大呀 你放错了吗 没有这个人哪 想烟嘞 我告诉你了 别觉得我是开万象啊 今天我要是见不着那个水屯直舍 我就把那宝舍给砸了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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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你不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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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这个人哪 班队长 你口口声声说找水屯直舍 我现在正宗的声明 我们报社里 没有水屯直舍这个人 就是吧 真是没有啊 我才正宗地告诫你 你现在严重地影响我们抗战日报社的工作了 是啊 我还影响那抗战日报的工作 我还影响那名称来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按某次应久反思念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保 你是不是搞错了 把这个随军记者搞成随军记者 随军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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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 非把他给我弄出来 走他一轮 阮队长 你耐心听我解释 随军记者 跟随部队作战采访 报道成难免会出现偏差 你我都是抗日战士 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 应该顾全大局啊 我们这些做宣传报道的 也都为这激励广大将士抗日啊 哎呀呀呀呀呀 有点文化就是会拽哈 说的比唱的好挺啊 别给我整个酸粉挺无动 省烟了 别当我不知道 不就是嫌我 没给你耸盐耸酒吗 我告诉你了 我就不管你是出毛病 但是 看在反思令的面上 我就不揍你了 可是这起 撒不出来 睡不着觉啊 快点 快点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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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无理取闹 我到司令里告你 告你 不告我看不起你 他还告诉你了 还求我司令的名 他能怎么治安啊 挠呢 你说这是什么人哪 毒匪就是毒匪 真是该不了的 谁啊 朱欣 都已经准备好了 嗨 点火 点火 是 来了 周杰 来了